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聊聊菜市场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其实这些年 在图书馆的讲座里面 菜市场或者甚至于 带图书馆的朋友 一起去逛菜市场 在台北市的大龙市场 就是我也带过大龙奔馆 然后跟大家一起去逛菜市场 然后逛完菜市场 再回到图书馆进行讲座 就是怎么样的一个 跟菜市场有关的一个规划 其实我这边一直都 有一些想法跟经验 那今天会跟大家聊聊 就是这几年我在推菜市场的文学课 所有跟菜市场跟鱼港 有关的一个 我这些年的一些生活经验 我都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我在台湾很多的地方 不管是在城市 在山里面 在海边 很多的学校会演讲 那我会问很多的小朋友 很多的青少年 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鱼 不管我是在城市 我还是我在海边 还是我在盆地 我在任何的地方 问小朋友最爱吃的鱼 第一名通常是鲑鱼 第二名通常是雪鱼 我们是在一个 鱼获非常的丰富 然后从北到南一连串 到东部到西部 无数的大大小小的鱼港 还有各地区鱼会 所串联的一个地方 但是不论是在十年前 或者是在现在 问这些孩子 你最喜欢吃的鱼是什么 竟然是鲑鱼或者是雪鱼 当然孩子是没有选择的 或者是孩子是被教化的 但为什么小朋友最喜欢吃的鱼 是跟台湾的海域 都没有关系的鱼呢 小朋友从小到大 其实当然有蛮多的 大人的一个考量是鱼有刺 怕小朋友不管他现在是十岁 还是他是五岁 那因为鱼有刺 所以我们就尽量用轮切的鱼 可是没有刺的鱼有吐托鱼 台湾有很多没有刺的鱼 然后是轮切的 但是那也通常也不会是 我们买给孩子的一个首选 那让我们来想一想 到底面对吃鱼这件事情 小朋友吃鱼这件事情 有刺的时候该怎么办 像日本这样一个国家 他们的做法是不是 我们从小教小孩怎么样吃鱼 怎么样安全的把一条秋刀鱼 吃得干干净净 通常他们的一个习惯 他们的方式是这样子 但我们的方式是 我们就去用鲑鱼血鱼 这样子轮切的鱼 去让小孩吃就好了 我们不会想要慢慢的去 培养孩子训练孩子 怎么样去认识一条鱼 怎么样去认识鱼 怎么样吃完整的鱼 怎么样去安全鱼 怎么样去享用一条新鲜美味的鱼 对 那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它其实是不应该的 因为一个海岛国家的孩子 他应该要对于 他是很幸福的 他可以享用这么多 很棒的一个海鲜跟河鲜 每一天会出现的菜 有可能不一样对不对 或者至少每个季节是不同的 菜市场每一天都在变化 它的内容每天都不同 所以如果我们在想要带学生 或者带孩子去逛市场的时候 我第一个会跟老师分享的就是 首先你必须要能够认识菜市场 至少80%的食材 它们的特色 它们应该在什么样的节气出现 你可能能够判断它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 比如说国产的洋葱跟进口的洋葱 它就是不同的 因为我们带孩子去市场不是这个是蜗具 这个是丝瓜 不会这样子 我们其实还会跟他谈就是 他可能是苹果丝瓜 他是传统的丝瓜 他为什么是阿里山嘉义的丝瓜比较好吃 就是有很多的东西 他其实跟产地跟季节 跟品种都有关系 所以其实在进行这整套课 还有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跟摊贩 跟商家事先做沟通 不好意思 我们明天会带20个孩子 会来这边 那我们可能会 比如说我跟图图团 我们可能会影响你们做生意 5分钟或3分钟 那有的可以 有的非常的热情 但有的他可能觉得他没有办法 所以事前这方面的沟通 也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再来如果带孩子灌完市场 感觉对我来说是沾个酱油 但是应该要再更彻底一点 就是再把孩子带回来做菜 所以菜的设计 他必须要扣紧所谓的季节性 对不对 所以有很多的细节其实都在这里面 换句话说 其实食物这件事情 他其实我们常常觉得 吃东西这件事情 他其实没有那么的简单 他跟风土有关 他跟生物科学有关 他跟社会观察有关 他跟季节有关 他跟料理人的想法 跟经济跟预算有关 所以他牵扯的事情 其实是非常多的 那这也是菜市场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 一个有趣的一个部分 当然有一些人会认为 就是说菜市场 他没有办法去判别 他是不是惯形的 应该说绝大多数的菜市场 的蔬菜是惯形的 如果我们有机 不可以随便乱讲 有机必须是要经过验证的 你才可以号称有机 如果你没有拿到验证的话 其实你不应该说自己是有机的一个蔬菜 对 那其实菜市场 它的一个从产地 就是在菜市场 它很多是裸菜的买卖 裸叶的买卖 所以它是环保的 它是包装比较少的 它通常是产地直达的 它是扣井节气的 所以在有很多的选择方面来说 我觉得它是好的 它应该要是被推进的 那它也是最能够认识一个地方风土 所以我在一月去屏东的时候 我也特地去跑了他们两个市场 满洲跟凌落的一个市场 对我来说 在旅行的时候 把菜市场放到我旅行的节奏里面 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不论我去东京、京都、在奈良、在北海道、在札幌 他们也有传统市场 所谓的农夫市集也有非常高级 比如说很贵的 刚刚讲很贵的黄昏市场 我觉得在日本我也会去逛很贵的 山岳的超市 或者是高岛屋的超市 荧座的山岳很有名 里面走进去像米宫一樣 用这个方式去认识 除了我白天在观光去认识的日本之外 透过一个超市还有当地的市场 还有日本的农夫市集 因为我喜欢日本嘛 所以我希望能够更透彻认识日本 所以在我的旅行里面 市场其实一直是很好的 把它放进来 然后可以认识当地风土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尤其在日本 我想要 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 住有厨房的超市 有厨房的民宿 那我就可以在超市 买任何我觉得奇怪的 陌生的 或者是我想吃什么 我就可以买什么 然后可以带回到民宿里面 自己去烹调 藉由这样的方式 能够更多元的认识日本的饮食文化 那在台湾旅行的时候也是 所以有时候我就想一想说 我到底去过哪些市场呢 好多喔 花莲的吉安市场 光复的市场 花莲的大同的市场 台东的中央市场 台中清水市场 浙兰的菜市场 高雄的大舞台 屏东的满洲跟凌落的市场 宜兰的南北馆市场 罗东市场 就是后来想一想 自己其实透过这样的方式 其实认识了台湾蛮多的地方 然后再来就是渔港 渔港常常跟渔市场是连结在一起的 那渔港的话 我其实非常喜欢清昆森 它是一个很小的渔港 但它就是充满了那种 台湾的传统渔村的那种 那种氛围一直都在那里 然后又整理得非常的干净 保有时代的传统的氛围又那么的干净 各位其实要了解到 我们其实进入到这个人类游史以来 烹饪这件事情是最繁花盛开的年代 妈妈都很爱问说 你怕你煮什么 好不会 你只要打电话给他 大概也不知道要讲什么 反正他就是很好奇 他就常问你怕你煮什么 我怕你煮咖喱 或者是我怕你 鸚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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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鸚 我后来可以理解 那后来我就会想说 其实我们这一代做饭人料理人的幸福 我们其实自己是没有察觉的 因为小时候我都要陪我妈妈去市场买菜 你一定知道小时候买菜没有别的选择 就是走路去菜市场买菜 就是提着菜篮 到晚近后来晚一点你可能会推着菜篮车 每个妈妈一定会叫小孩子 一定会逼小孩子一定要陪她去买菜 因为根本提不动 然后妈妈要拿的都是五天七天的份 妈妈从来没有活在一个 用电脑键盘就有蔬菜跟肉 可以送来家里的时代 对不对 好 第一 然后第二就是 所以妈妈买做的菜 不会 你可以上网买到北海道球龟 可以买到干贝 可以买到云章牧场台湾的牛肉 你在上网你可以买到任何好的食材 新鲜的食材有趣的食材 但是在过去妈妈年代是没有的 她能够有的食材就是在家里附近的菜市场 能够买到的食材 对不对 第三 所有的食材不知道怎么煮没有关系 你只要有基础的一个厨艺 你在网路上都可以找到很多的影片 跟资料 来告诉你这个东西可以怎么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餐桌 变得这么的缤纷 这么的多元 然后完全是我的母亲没有办法想象的 一个烹饪的一个时代 所以我说我们人类是进入到一个 在烹饪的时候是一个百花盛开的一个年代 也是人类最不喜欢煮饭的年代 最少煮饭的年代 最常外食的年代 以至于烹饪成为一种疗愈的事情 而不是日常 日复一日不断的重复的一个事情 不过做菜这件事情 我觉得它真的是蛮辛苦的 因为它不是在厨房做半小时 40分钟去解决的事情 它其实是从买菜就开始了 到你备料 到你进厨房 到你收厨余 到最后的洗流离台 厨房的地湿湿的 这一整套全部都是做菜的东西 所以我先生以前还会讲说 哎呀你今天就随便煮煮就好了 我就会翻白眼 然后我就会跟他说 做菜没有随便煮煮这种事情 不论做的是几道菜 做菜这件事情 所有的那些程序都是固定在那里的 所以我就试图的希望自己能够用一种 一种旅行 或者我今天想要去挖堡的一个心情 走入菜市场 最重要的是我想要认识我自己的国家 想要认识我自己的这一帮土地里面 它会生产出哪一些东西 然后让我们能够得到营养 得到健康 同时我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我希望可以好好的认识台湾的农村 跟台湾的渔村 那用一些消费用饮食的方式 去表达我对台湾农业的一个关心 还有支持 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对我来说它是很有意义的 所以菜市场 于是每一天去菜市场对我来说 其实就有很多的意象跟情感 在里面去冲击 在菜市场 在渔港 或者在市集的照片 永远都会有新发现 云林现在呢 云林的农会 他们其实现在在推蛮多的豆制品 那这个是用烟熏的一个豆包丝 我看了就很开心啊 我就买了回家 为什么 因为大家如果喜欢吃 有没有吃过鼎泰峰的炒菠菜 烟熏 它是用烟熏的豆皮炒菠菜 如果你有去鼎泰峰的话 你可以点点看这道菜 因为它的烟熏的豆皮跟绍兴的香气 把菠菜弄得非常的有味道 那我吃了就很喜欢 所以后来我就希望可以回家自己试试看 我蛮常在外面吃饭的时候 会试着回家 把某一道料理把它复制出来到我的餐桌上 对我来说 这是一件蛮有趣的一个学习 然后是一个生活的一个变化 所以像这个你可以烟熏的一个豆包丝 拿来炒菠菜 其实我觉得味道会很好 那这个是汤叶 昨天看到买到这个汤叶的时候 我真的很开心 因为它可以冷冻 你可以看到它小小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上礼拜在台中第六市场的时候 吃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小点心 其实它就是这个汤叶把它卷起来 它很薄 汤叶非常非常的薄 像一张纸一样 里面卷的是马铃薯丝 跟乳酪跟起司 那有一点点葱 所以马铃薯是切得很细 然后马铃薯它有先炒过 我有问帮我做这道料理那个小姐 我说你马铃薯是 因为马铃薯不容易熟 可是豆汤叶很薄 它很酥脆 口感很好 里面的起司就是 我们家小朋友就是最喜欢有起司的料理 那我就说你这个马铃薯 你是要先蒸熟还是怎么样 他说没有 先把它炒熟 有做调味 然后把乳酪放进去 放一点葱 然后卷起来 卷卷卷卷 然后稍微煎一下 听起来是不是很美味 虽然没有肉 但是它其实鲜味 那个鲜味 马铃薯 乳酪的鲜味 乳酪的鲜味 乳酪的鲜味跟马铃薯 其实搭的非常的好 所以我开始就想说我怎么样可以买到唐叶 很容易买到唐叶 所以在市集你只要像老鹰一样 像老鹰在找猎物一样 每一天的市场其实都会有新东西让你发现的 怕别只是你有没有像老鹰的眼睛一样一摊一摊去看 好 我就看到唐叶就超兴奋 就决定这几天回家要开始做那一道 试试看那个料理 那这个是 这个是这几天在菜市场的一个探险的时候所发现的一个东西 好 这个是屏东呢 一个很有名的大花农场 不晓得这里有没有朋友去过 那我其实一直很想去大花农场 但一直也还没有机会去 昨天在市集的时候 他们从屏东跑来摆摊 然后我经过的时候 我一看到这么大的玫瑰花 我就知道这个可能是大花农场吧 因为台湾种使用玫瑰的农夫很少 然后经过的时候 小姐就说这朵玫瑰花送我 然后我就很开心 因为我非常喜欢玫瑰 而且我大概我心里已经知道这一定是使用玫瑰 然后他就叫我闻闻看 我没有办法形容那个 那么那么浓郁的一个玫瑰的香气 通常玫瑰的香气 我觉得有些人不是很喜欢 但它的香气很特别是非常好的 所以他叫大花是因为他种的玫瑰的品种是 大花一号跟大花二号 那个香气因为太浓郁太好 所以我就停了下来 我就被吸引了 而且他说这朵要送我 完全都是可以吃的 然后就大概稍微了解一下 我就跟他们说 它的玫瑰园是免费开放的 所以如果有机会 大家有机会去屏東的话 或者不知道要干嘛的话 就可以安排个时间去大花农场走走 因为它里面还有很小的一个餐厅 也有卖一些他们自己种的一些蔬菜 那他们开发了蛮多的 我不知道大花农场玫瑰是因为在台北有一些高级的餐厅 或者是药迅的面包 就是陈药迅师傅的面包的玫瑰花瓣 他们就是用大花农场的玫瑰花 然后他们做了蛮多的东西啊 玫瑰的蛋卷啊 还有玫瑰的玫瑰面 我有买玫瑰面回家试试看 因为我不太能够想像玫瑰的香气做成咸咸的 面到底是什么味道 我很想试试看 所以我也买了它的玫瑰面 那其实最让我特别的是这个玫瑰花果酱 那他本来要我试吃 我不想试吃 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试吃的人 但是他就蛮坚持 那因为那些阿姨人真的非常好 那些姐姐人真的很好 所以后来我就 好 我就试一个味道 试味道之后 我就整个真的是愣住了 那我就说 因为那个味道太特别 然后它的那个特别是好的 玫瑰的香气很浓郁 然后整罐果酱不是都糊糊的吗 那几乎没有糊状 它几乎是固状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扎实的 可是玫瑰是很贵的 我就看了一下 这一罐才卖350 各位 现在果酱很贵 是吗 现在只要是台湾的果酱都不便宜 我想说 这么扎实的果酱 味道这么的浓郁 风味这么好 才卖350 我马上就买了 我就会想像回家之后可以 所以它有没有可能去 所以想要回家怎么去用它 除了当抹面包之外 而且我就说 这里面玫瑰的成分是多少 它说60% 剩下40%是苹果跟柠檬 很好啊 所以它的味道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果酱 因为后来再跟旁边的朋友聊天 他才跟我说 他之前有买 因为他也是试了之后 非常惊讶 他会有风味这么特殊 又这么好的果酱 所以大家如果有去屏东旅行 可以切进去大花农场一下 然后看看他们有些什么样的东西 如果你喜欢果酱 当然这也可以做花草茶 对不对 水果茶 在这里分享的就是说 在市场 如果你有看到 你觉得非常陌生 或许对你来说 这反而是一个 今天市场最有价值的事 就是 我终于看到除了地瓜叶 跟萝卜跟高丽菜 有不同的东西 在我面前 你买了 那净菜的摊贩 就会被鼓励到 原来这种 原来我有时候可以进一些 这种特殊的东西 客人是会买的 客人是会想尝试的 那你就不会逛市场无聊 你才会有机会看到 越来越多不一样的东西 阅读它是很珍贵的 像我的妈妈不认识字 我就更能够有体会 因为她不认识字 因为小时候我的外婆很小 她很早就过世了 那她是深山里面的小女孩 所以她必须要做 照顾家里的爸爸这些事情 所以她没有念书 这几个月出了一本沙茶的书 不曉得各位朋友就知道 其实沙茶跟高雄 有非常深的一个渊源的关系 就是我们台湾 为什么会有沙茶 沙茶是从哪里来的 早先有蛮多的移民 其实是在东南亚的移民 那沙茶跟沙爹的因 其实是接近的 然后回到中国之后 他们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做了一些调整 然后后来就变成沙茶这样子的一个风味 然后再后来呢 他们到了台湾落脚到高雄之后 开始有人做沙茶 然后一步一步 现在我们都知道牛头牌沙茶酱 对不对 还有高雄有很多的有名的沙茶的老店 有一家叫全城是不是 是不是 还有家里冰箱还有全城的沙茶酱 我先生买的 所以台北也有台北沙茶的风味 台北也有台北 新竹也有新竹有名的沙茶的一个风味 所以这本书我觉得非常有趣 它在爬梳的就是战后潮汕的移民 跟台湾饮食变迁 在告诉我们沙茶的故事 这本书我觉得很好看 几个小时我就把它看完了 是一个学者的一个论文 虽然是论文 不过就是很生活化很亲切 所以我就常常想 我的小孩这么喜欢吃沙茶 但是真的我们很少去了解到 饮食背后有这样子的一个移民的故事 然后牛头牌沙茶酱是怎么起来的 非常的有趣 那在这本书之外呢 其实沙茶本身有非常多的辛香料 所以艾玲老师这本辛香料风味学 也是我个人觉得 如果各位想要开始进入香料的世界的话 这是一本很棒的一个入门书 然后里面也有很多很棒的艾玲老师的一个 私房的一个诗谱 我觉得这本书我自己很喜欢 搭着沙茶一起看 章鱼的心智演化 那这本书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书呢 它事实上我们都知道 大家可能对章鱼哥有没有影响 有没有影响 好 那其实我就在想 其实我在台湾 我在这么容易就可以买到章鱼 除了做料理之外 章鱼他其实 我在带小朋友去渔港的时候 我要怎么样把章鱼这个动物 这个头竹类 然后介绍给小朋友 介绍给 然后这本书的作者呢 他是科学家 哲学家 也是一个前选员 所以他用了很多不同的一个 学术方面的一个领域 去让我们来了解到章鱼 他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生物 那我觉得这本书很好看 但是他蛮厚的 最近有一本绘本 叫做通往海底的一个奇妙旅程 那这本书 其实我觉得他也很精彩 当然他没有座音 那但是他里面有很多的 关于海洋 到一直到 从海平面一直到海底 这样子的一个世界里面 会随着不同的一个海底 一直往下潜 越来越暗 其实每一层的 会出现的海洋的生物 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异的 好 那这本书也是我想要介绍给大家 然后再来呢 其实在市场的时候 在跟贝克 菜市场文学科 或渔港文学科的时候 其实鸡这件事情 鸡肉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台湾人是一个非常爱吃鸡肉的民族 尤其现在是不是很流行什么 DGI吗 生童吗 是不是要吃舒肥鸡胸 我们的小孩是不是觉得吃 大家觉得吃咸酥鸡很疗愈 然后我们家小的 这辈子因为念了大学 去外面住宿舍之后 回来还会跟我说 妈妈盐水鸡是什么东西 盐水鸡好好吃喔 我们台湾一年大概吃掉 根据人委会公布的数字 去年应该是吃掉六亿只鸡 但我们对鸡的认识 感觉或者是小朋友对鸡的认识 其实是很少的 这本书鸡灌天下 图书馆应该借得到 这个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出版的 这个记者呢 他其实把整个鸡 从一开始的人类开始养鸡 从野的鸡到人类开始鸡的源起 然后一直到现在 所谓的鸡的一个认识 历史文化的爬书 这本书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我就说我们对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生物的认识 其实是很少的 那鸡灌天下是一个 蛮深度的一个 但是书写的方式蛮轻松有趣 我想要介绍给大家的 好 那我自己在认识 台湾的雨夜这一块呢 我其实当然我对于 全世界的远洋雨夜 我也花了一点时间去认识 所以这是去年出版的书 叫醉行海洋 他其实在探讨的是 全世界的一个远洋雨夜里面 所谓的非常黑暗的一些内幕 全世界有超过5600万人 每一天在渔船上工作 我为什么要认识他 因为我们都吃鱼啊 我想要知道 为我抓鱼的人他发生什么事 他过得好不好 他会不会因为要抓鱼给我吃 结果他过得很痛苦 然后我吃得很开心 也没有可能 我很想知道 他可不可以过得好一点 如果我开始去关注的时候 他是不是就有机会 那这种思考 其实一直都在我脑海里面 不断的会提醒我 所以这也会影响我在 阅读的时候 或者会影响我的采购的行为 总之我有很多的好奇 那所以 全世界有超过5600万人在渔船上 所以我其实去渔港的时候 我都会看渔船上面的渔工 就稍微看一下他们的生活 然后如果我在买东西 是渔工在帮我杀鱼什么的 有时候也会跟他们聊一聊 希望他们觉得温暖 希望他们觉得在很辛苦的一个 外籍渔工的一个船上的生活里面 至少当他靠岸 靠岸也不能休息啊 靠岸他就是要帮老板 帮我们这些人杀鱼或者去鱼 那希望我们透过一些互动 可以让他感觉到我们的善意 好 所以《罪行海洋》这本书里面 其实他在告诉我们 我们在吃的这一些远洋的鱼 比如说鱼 这些船上到底发生了一些 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要去采访这样的书 是非常困难的 表示这个记者真的是 经常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因为他还跟着船嘛 到处跑来跑去 里面充满了黑道 充满了凶沙 他可以随时在 你知道在海上 你随时被一个人丢到海里 退到海里 随便一个鱼工 一年有多少鱼工这样子死掉 然后他们在船上是跟 包括这个记者在船上 都跟老鼠张然一起睡觉 因为鱼工的生活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时候 就会开始去思考说 所以我在选择鱼的时候 是不是尽可能的 以近海的选择为主 台湾的鱼港这么多 都是渔船小渔船出去半天就回来的 有这么多的好的鱼可以选择 或者我在选择远洋鱼的时候 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标章 标章永续 然后让我可以选择 总之我可以思考的部分是很多的 因为我们的一个饮食或采购的行为里面 背后其实牵扯了非常多人的生活 那罪行海洋这本书其实就是可以让你吃方便 我想图书馆应该是会有这本书 你们可以搭配一本书叫海鲜碗鸽 然后去找海鲜碗鸽是一个记者 一个美国的一个记者 专门在对于鲑鱼的一个 全球的鲑鱼养殖的一个研究 也是一个采访很有趣 当然里面有很多的 他去采访的过程里面 一定要有内幕才有价值 他才会写成一本书 那其实刚刚有提到 他的鲑鱼宝宝是不是都有打疫苗 这应该是我们说什么鸡有打针啊 猪有打针那类似的意思 那我觉得蛮有趣 其实他们有打疫苗去做保护的事情 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会很想知道 他说鱼很容易有寄生虫 那大家要吃生的鲑鱼片 所以他们必须要克服这个问题 所以就饲料里面加了东西 然后让鱼皮肤的表面会形成一层黏郁 那至于加了那个是什么东西 我其实一直都很想知道 我想说的是各位可以感觉到 就是鲑鱼的行销是非常成功的 因为刚刚影片里面出现的每一个人都很时尚 都很潮 餐厅都很漂亮 那预算也很多 可以让记者整个团队飞到挪威去做采访 拍了这么多东西 回到台湾 然后也去采访了很多的餐厅 每一个客人一定都经过选过 那所有的一个影片去呈现出 归于这个产业的一个时尚跟安全跟安心 所以我常常在想 假设鬼头刀也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行销 这样子的一个宣传 会不会有很多 我们对于台湾很多的鱼的想 理解跟想象就不一样了 那这个在书单里面呢 我会带小朋友看的书 包括老人鱼海 这个是海明威的小说 诺贝尔文学奖1965年的小说 那其实最主要 我是希望跟小朋友一起认识棋鱼 因为他是台湾 棋鱼是台湾很重要的鱼 棋鱼也可以轮切啊 他也没什么次 对不对 那所以 透过老人鱼海这本小说 我就会把小朋友 从西方的经典文学 带到台东成功鱼港 标棋鱼的古老的鱼法的一个方式 公式的纪录片 战浪 然后 刚刚的飞鱼也会带到刘伯尔老师 他的这本绘本 天上飞来的鱼 这个是刘伯尔老师 他在兰语的住村的时候 观察整个兰语 然后去谈到达物族的一个 民族的一个习性跟文化 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绘本 如果大家有在为家里的孩子 进行餐桌的料理的时候 其实也提醒大家 就是关注一下就是我们的孩子 在学习的孩子 其实热量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活动量来说的话 其实你的孩子一天可能都需要 摄取到2000多大卡 如果是13到15岁的话 可能更需要到你看 適度的运动 你不要说很爱运动的男生 可能一天都要摄取到2800大卡 女生也要摄取到2550大卡 所以你的孩子 你家里的孩子 其实他人生还有很多机会 至少在长高这件事情 他还有很多的 他是有机会的 所以在饮食这件事情 给他足够的一个热量跟营养 给他对的热量对的营养 去支持他的一个成长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是你很需要花时间去学习的 我就放学 带我们家两个女儿 我们今天去逛7-11 我们今天去逛全家 然后他就把每一样东西拿起来看热量 他就会知道说 原来一个奋起湖的排骨便当 吃光光是500大卡 原来早餐买一罐奶奶 全汁的鲜奶是120大卡 再买一个御饭团 御饭团通常是80大卡 所以我的小孩就知道说 原来他吃了牛奶跟御饭团 也不过200大卡 但他今天要2000大卡 他的三餐里面第一餐只有200大卡 他后面还有1800大卡要干 但是吃完一个奋起无便当 竟然只有500大卡 所以透过这样方式 你才会知道跟小孩一起去讨论说 所以我们的三餐加典型 你要怎么样的调配 你才会足以去支撑你的成长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种 就是你背后要有一些 基础的尝试跟知识去做调配 那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 在我的孩子在小学 国中高中阶段 跟他们去讨论饮食三餐 可以怎么样的去配置 效果还不错 那这个就是大一点到高中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到了高中的时候 男生甚至于在青春期 最后的发育的阶段 他甚至需要到快3000大卡 这些都是我们卫福部的资料 所以你只要上卫福部的网站 都是找得到的 那在找这些资料的时候 我通常会与国家的官方的一个资料为主 对 比较不会去 用大家转来转去的罐头的文章来看 对 那这个就是 带陆野国小的小朋友去 他们当地的菜市场 对 那因为在陆野国小 那时候我就跟校长讨论 因为要设计菜单 所以带他们去陆野市场 那我本来想说 哇在这种 一个种很多蔬菜的一个地方的小朋友 应该对菜市场很了解吧 我错了 小朋友对于厨房对食材的不了解 从城市到乡村 从山上到海边是一样的 我们当天要选的食材很多 然后我就跟校长讨论 就是说要设计哪一些菜 我在每一个地方带小朋友做菜的 菜单的设计都是不同的 好 我决定让这边的小朋友 小朋友喜欢吃东西是要下饭的 所以我觉得蚂蚁上述 他们会很喜欢 超过蚂蚁上述 我希望跟小朋友谈的是食品加工 因为冬粉是绿豆的加工 所以我希望跟小鹿野的小朋友 跟他们谈 你们台东有一个养殖的 余温的一个养殖 靠海养殖的产业 你们养了很多的白虾 而且很有名 所以我希望带他们去认识家乡的养殖 所以我设计了一个蝦子 但是蝦子要怎么做呢 所以我想要用红茶 用他们的茶汤入菜 我想要顺便告诉他们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是来自于 很有名的江浙菜叫龙井虾仁 像这些美丽的月桃叶啊 什么都是小朋友他们布置的 所以他们其实在餐桌的美学这个部分 他们其实很可爱做得也很好 然后再来呢 我刚刚有提到我想让孩子认识食品的加工 除了粉丝之外 因为刚刚的菜里面少了蔬菜 应该要让小朋友吃培根高丽菜 透过培根高丽菜 我又可以让他们认识猪肉的一个加工 就带他们去买培根 他们也没有机会买到培根 就在他们当地的那个local的超市 他们还就在选培根的牌子 他们就会问我说 老师那培根要切几公分 什么问题都会有 你就会觉得说 他们其实在想的时候 其实操作的时候 他们其实想法也是很细的 有在注意到细节 操作的过程里面 其实有很多地方你就会发现 要跟他讲的地方是很多的 那个铲子真的是很重 真的超级无敌重的 但是小朋友非常喜欢 能够动手有机会做这些事情 然后你知道这个过程里面 还要告诉他们 你冬粉要先泡水 然后下锅之前你要先剪一下 不然他就会整坨黏在一起 就有很多的细节 然后告诉他们 其实豆瓣酱要先跟猪肉一起炒香 然后最后你才会下冬粉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最后我们就是大家就一起共餐 大家就可以看到 其实在设计菜单的时候 我就希望他们 除了认识食品加工 他们也才知道说 原来 然后校长也知道说 原来我们可以跟小朋友 要多介绍 我们台东有很多的产业 不管是养殖的产业 其实是他们过去 没有去告诉小朋友的 就是设计这些菜 其实有很多的考量在里面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从陆野的市场 然后再回到学校的现场 我们开始一起做菜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回忆 关于在海洋的渔获这个部分 因为海洋的资源其实越来越珍贵 那我自己个人在看的时候 其实第一就是我们在 所以我才说 如果我们能够多选择近海的渔业 或是一个比较 比较环保比较永续的选择 也就是在我们台湾的海域 第二个其实就是 我们尽量不要去满足自己 所谓吃到饱的这样子的一个 饮食的一个消费的一个方式 第三其实尽量不要用价格去当做选择 唯一的一个标准 那我觉得这几个方式 第四其实我们的农委会都有公布 就是哪一些鱼是可以吃的 哪一些鱼是环保类的 哪一些鱼是禁止吃的 哪一些鱼是尽量不要吃的 其实政府有很多这样子的 鱼类的采购的指南 那我们尽量照这样的方式 然后再来其实就是 真的我们不需要吃很多很多东西 我常常就会觉得 我们真的不需要吃那么那么多的东西 我每天就是大概三餐一点点心 然后吃少一点 吃好一点 吃环保一点 然后这样是很重要的 那像很多的鱼太小的 我们尽量就 虽然你没有去买它 它最后还是会成为鱼的下杂 或者成为罐头 但至少就是说 我们自己在源头要知道哪一些鱼 其实我们尽量的不要去吃它 那我觉得这方面的其实的 报道其实还蛮多的 那要尽量让自己去具备 这样子的一个尝试 毛组